美国8月6日正式启动,对伊朗的经济制裁,这批制裁主要针对石油之外的产品进院和金融制裁,90天后,更为严厉的,主要针对伊朗能源业的制裁也将生效。 特朗普政府曾警告其他国家要在11月4日前将伊朗石油进口降至零,美国重新对伊朗进行制裁,引发各方的联动,美国撕毁协议,并重启对伊朗的制裁,引发了不少国家的反对。 英国、德国、法国和欧盟外长,6日发表声明趁,对美国再次制裁伊朗表示遗憾,维持伊核协议。 事关尊重国际协议和国际安全,欧盟还趁,将致力于维护于伊朗有效的金融渠道,以及伊朗石油和天然气的持续出口。 欧盟6日宣布的阻断法规,也在7日生效。 对于美国制裁伊朗,中国多次强调,反对单边制裁何尝必管辖,中方将致力于维护和执行全面协议。 在日前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,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了会谈,在谈到美国要求各国11月完全停滞,从伊朗进口石油仪式时,河野趁日本将会和美国协商,但今后日本将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。 从欧盟、日本和中国的表态不难猜测,即便未来美国对伊朗实行石油制裁,这些国家也将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。 中国作为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做出这样的表态,对于伊朗来说不实为好消息,值得注意的是伊朗石油的第二大出口国,印度的姿态。 6月2、7日,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国际合作联合秘书孙甲伊苏迪尔,接受CNN财经频道采访,被问及印度是否会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时。 他表示,印度不承认单方面制裁,只承认由联合国施加的制裁。 7月17日,美国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,与印度外交秘书顾凯杰会晤,商讨了有关美国将对进口自伊朗的石油进行制裁的问题,尽管印度政府尚未决定是否按照美国制裁,的要求切断从伊朗的石油进口。 但从近几个月的数据来看,印度正在收紧从伊朗进口石油。 印度石油部长普拉达汉透露,相比于5月,7月印度从伊朗的原油进口订单,减少了12%,6月,印度从伊朗的进口,减少至59万2800桶每天,5月为70万5200桶每天,减少了16%, 路透社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,印度的Naya Energy和Reliance Industries两家石油公司计划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,7月初,印度斯塔石油公司HPCL的取消了对伊朗石油的购买协议,印度此举令人想起此前美国制裁伊朗石印度的做法。 2008年,伊朗石油进口占到了印度石油消费总量的17%,结果,伊朗遭到西方经济制裁,这也对印度和伊朗的石油贸易造成了影响。 2014年,印度来自伊朗的石油进口量只占到了6%,如今,印度似乎又重复了以往的策略。 当然,还要看到,印度还没有最终确定,要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,这样的犹豫姿态还有可能是为了抬高与伊朗谈判的筹码。 2012年,西方制裁伊朗石,伊朗与印度达成了协议,伊朗购买伊朗石油45%的贷款可用。 伊朗鲁比支付,因为鲁比非应通货,印度是通过增加,对伊朗的出口兑现的。 2018年以来,投资者从印度、印尼、菲律宾、泰国等国家的股票市场撤出资金已经达到了190亿美元,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,以来最快资金外逃速度。 印度股票市场也被外国投资者撤出了超过66亿美元的资金。 如果印度再次通过与伊朗达成付款协议的话,不仅可以不用减少石油进口,还可以增加商品出口。 节省外汇,可以一举三得,伊朗也明确喊话印度,如果停止石油进口,将取消对印度的特权,这是双方讨价还价的一步,毕竟距离11月,的美国制裁,还有三个月的时间。 请继续炒发生的时间。